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不好意思节目 现在呢,再给大家这个及时更新一下关于这个海外抖音的视角 今天呢,这个路透社也是连发了三个这个新闻来讲这件事情 首先呢,他说这个特朗普自称呢,是听说这个甲骨文呢 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获得一个这个TikTok的这个交易了 TikTok的deal,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收购 而是说呢,我那天给大家第一时间update的消息就是 其实是一个这个technology partner的关系 就是技术上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个字节跳动和甲骨文来说 所以他并没有这个真正实现特朗普进行中直接要求的这个 就是完全的这个authorized sale 就是直接把这个海外抖音完全卖出去的这个要求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也说他是a fan of Larry Allison 就是这个甲骨文的主席 也就是创始人这个Larry Allison的一个粉丝 因为这个,这个哥们甲骨文的这个创始人呢 也是硅谷里面人数非常少的 就是坚决挺特朗普的一个这个大企业家 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路特车给出的最新 其实呢,这个到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海外的这个抖音呢 它会变成一个stand alone US company 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单独的美国的公司 并不是说这个直接被甲骨文收购 同时呢,我们之前说的字节跳动和甲骨文呢 变成一个这个technology partner 就是技术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呢 因为他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说哪一家完全拥有这个海外抖音 而是让海外抖音相当于是独立 成为一家这个单独的这个美国公司 这样的话呢,也是想要这个规避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禁令的要求 就是你可以这个 不能由这个中国的企业再拥有这个抖音了 而是必须由一个外国企业来拥有 那么外国企业来拥有 美国企业来拥有 这个呢,勉强还算能够达到的要求 就是说你不是说让这个美国企业来拥有这个海外抖音吗 我不让你这个甲骨文直接拥有儿事 让它自立门户变成美国公司 这样总可以吧 这个呢,不知道能不能让特朗普满意 这也是今天周二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给出的最新的消息 同时呢,英国金融时报也说说 这个海外抖音TikTok独立成一家单独的美国公司之后呢 这个还是由字节跳动 是占据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股份控股了 而这个Oracle甲骨文呢 是这个少数的这个控股人 所以决定方的其实还是在字节点 非常非常,就是完全为了 规避两国政府的这个要求 让特朗普满意 同时也让这个北京满意的一个 比较,目前看似还是比较聪明的这个做法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傻小聪明被这个特朗普仍然压着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这个特朗普是不会这么痛快同意的 然后这个今天路透社的第三个文章说的更详细是什么呢 就是据这个真情人士说呢 今天也就是说现在我现在给大家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特朗普会来正式的这个review字节跳动的 关于这个TikTok的这个计划 就是说他们计划呢 还是保持这个海外抖音这个主要的这个份额的 不知道特朗普会使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几个美国的这个主要官员呢 会在今天很可能的现在正在进行 或者已经进行完了 但是截止到现在为止呢 我还没有看出来这个特朗普这一次开会做出的任何的一个决定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今天的即将举行 或者说已经举行的这个会呢 包括美国财长这个穆努钦 同时呢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罗斯 他们都会在白宫参加这个会议 而这一次会议呢也是赶在这个9月2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海外抖音的这个禁令生效之前 想各方的都想尽快的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这个有所进展 所以现在呢就是总体来说 到目前情况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字节套动和甲骨文达成一个技术上的合作伙分关系 甲骨文呢专门负责这个美国用户的这一亿美国TikTok用户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这个TikTok海外抖音呢会自立门户成为一家独立美国公司 同时呢这个美国公司呢会由这个字节跳动控股占据主要的这个股份 而由这个甲骨文占据次要的这个股份 目前呢我们再等一下看一看会不会从白宫传来最新的关于这个特朗普对这个初步方案的一个态度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